今时财经 点时成经 大家好 我是曾静一 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气球事件并没有削弱美中关系 美国国务院表示 希望再跟中国商讨 布林肯访华行程 在北京的强烈要求 希望美国不要再升级 扩大时间之后 中美关系是不是已经缓和下来了 中国企业加入聊天机器人大战 终会说各家上阵 新赛道马上拥堵了 中国推出质量强国 希望在2025年形成一批 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 星期二 香港还有A股 都是上升的 早前市场借机调整 在星期一下跌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影响 一个是美国的失业率 出现了53年来最低 市场担心就业的炽热 会不会使得美联储的加息 还是持续进行 另外一个就是中美关系 不过在中美双方 各自表态自己的看法之后 那么市场认为中美关系 紧张升温是不太会出现 所以我们看到 今天的股市在上涨 在股价表现方面呢 是在6.8附近 大摩在星期一发布报告说 中美紧张对股市影响是很小的 说中期来说 紧张局势虽然会使得市场波动 但是不会影响到 他们看好中国市场前景 主要原因是 不认为美国会对投资中资股票 做出全面的限制 还有中国资产现在的估值 相对于新兴市场 依然具有相当吸引力 而且以后重启经济会使得 企业今年盈利 录得超过15%的增长 看一下今天的汇价 人民币今天在6.79 6.8 那么赞价呢 今天收盘下跌 44个基点报 6.7876 本亿汇价上升到103.8的高位 日元131 132 股市表现方面 内地股市今天呈现 窄幅震荡态势 量是成交缩量到 85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 北向资金净卖出38亿元 上证宗值收盘 3248点升9点 深城值升14点 创业班指数收跌0.24% 从牌面上看起来 电商和电池板块走高 聊天机器人概念股全天强势 消费板块下挫 港股今天技术性反弹 但是力度不足 横指收盘上升76点 报21298点 国企指数升0.6% 恒生科技股指数升1.15% 报4516点 出版成交1037亿港元 亚太区股市受到影响 比较明显就是对美联储 会不会再加息大幅度加息 比如说高达0.5厘这样的 一个心理压力 日本股市今年轻微下跌 0.03% 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55% 澳大利新股市下跌0.46% 台湾股市是轻微上升的 究竟美国经济是不是已经陷入衰退 或者在今年之内会陷入衰退 或者今年经济其实不是衰退 而是终究会软着陆 对于这样的判断 市场现在的反应都是莫中一世的 但是美国现在最重要观察点是 美国的消费者开始不太肯消费了 加息阴霾不散道指在星期一 曾经跌超过200点 收盘的时候下跌35点 跌幅只有0.1% 纳斯达克指数跌1% 标普还指数跌0.61% 高盛策略司施婷说 标普今年累涨将近8% 已经反映经济软着陆因素 与此同时高估值 企业盈利乏善可陈 加上企业利润的利率高企 使得企业的上升的势头 是难以实据的 他们警告说 一旦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股市恐怕会有重大下行风险 摩根斯丁利说 美股已经为再次下跌做好准备 被认为是华尔街最大的看空者之一的 摩根斯丁利认为 由于疫苑效应和其他 在新年最初几个星期 支撑市场的因素开始消退 美国股市已经为再次下跌 做好准备 这时候美国亚特兰塔 联储银行总裁博斯蒂克认为 因上个星期的美国就业数据强劲 联储局可能需要加息到 较为预期高的水平 因为一月份的非农值 为增加51.7万个 优于市场预期 还有美国在上个星期 公布的失业率创下 53年半来的低点3%是 都使得高盛认为 美国在未来12个月 进入衰退的几率 已经从之前的35% 下调到25% 但是美联储的官员认为 能不排除联储只需要在加息 办理的可能性 不过这不是博斯蒂克的 基本假设 在这样一个加息 与否或大幅度加息到 什么情况之下 有个重要的观察点是 美国消费者不敢花钱了 说消费支出 这是美国的经济引擎 但是现在开始失去的动力 疫情期间累积的储蓄 还有低利率 对消费的助力正在消失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过去的四个月当中 美国零售支出 有三个月出现下降 抵押利率 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使得去年美国的 乘乌销售下降到 2014年以来最低水平 汽车行业创下了 十多年来销售最差的一年 还有去年12月份 美国人月收入当中 储蓄占比只有3.4% 低于一年前的7.5% 继续从2020年4月的 记录高点回落 所以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美国的贷款利率在上升 实际利率已经接近了5%了 乘务销售率和汽车销售 都在下降 存款率 就是民众的存款率 已经下跌了4个百分点 从这个情况看起来的话 民众的荷包 鼓不鼓自己最清楚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不是跟中国继续抗争 因为如果说拜登 要继续争取连任 星期二要发表的国情咨问 就很重要 所以中美接近因为气球问题 怎么来发展呢 星期一的时候 北京方面就气球事件 提出了交涉 希望美国不要升级 中国副外长谢峰 在星期一代表中国 就美方武力袭击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也就是这个气球 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 说美方明显反应过度 警告美方 不要没完没了 升级扩大 说事件考验的是 美方对稳定和改善 中美关系的诚意 而拜登在6号结束周末 假期从戴卫营 回到白宫的时候 回答记者提问时 否认这次事件 会削弱美中之间的关系 其实从目前拜登来说呢 面对内部是来自于共和党人 是不是有批评他太晚 击落气球或者所谓飞艇的之一 拜登继续辩护 否认是迫于舆论压力 才只决定击落的 他说呢 当飞艇从加拿大进入美国 就告知了国防部 只要时机合适 就希望尽早把它打下来 主要是考虑到 在陆地上 如果说接触到陆地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但整体来说 他这么提到说 其实呢 这个飞机 气球或者是飞艇 不算是个严重威胁 所以等它飞过水域的时候 再出手 他特别说到了 因为飞艇 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从美国处理方式来讲 自己确实造成了 自己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访问中国原定的行程 从美方来说呢 现在是暂时要停止了 但是对于这个问题 美方说 他们还希望在适当的时候 能够继续跟中国商讨 布林肯到访中国的行程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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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重要的问题 是否有关于中国人 在连接 或是 有关于中国人 是有关于中国人 是有关于中国人 的关系 是有关于中国人 我们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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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节奏 和协调节奏 absolutely 我认为 有机会 有机会 在机会 forward for the Secretary to engage 在那 face-to-face diplomacy after all 我们也认为 如果我們不停止這個議會 我們已經過分了 我們過分了一個時間 為了總統通知 去北京 我們希望有這類的議會 一個議會 可以幫助建立地址 跟這個關係的關係 帶化氣球風波 布林肯打算要重新安排 到中國的訪問行程 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意思呢 毛黑 所以從這次氣球的風波來看 美國方面當然是共和黨 特别是像正在精选的特朗普 大作文章 咱们也有一些人 就是说 是不是就影响了中美的交流 但是人家拜登都说了 没有弱化 这就是现实 现实就是这样 而且以后还不排除 可能有更多的飞艇业号 气球还会这么来 所以其实拜登他也很清楚 中美关系的现实 就是从去年巴厘岛会晤之后 双方呢 就是既有所谓的对话 也有竞争 你不是要选择做竞争 做主轴吗 所以呢 如果说拜登都说没有问题 既没有弱化 也没有增强 那咱们就不需要过度去炒作 或者说是担心这个事情 反而要聚焦 中美下一步 如何去解决具体的问题 所以这就出现了 美国方面的方言人 讲得很清楚吧 布林肯他只是推迟 来中国的访问 等到桥建城市的时候 还会再来 以前提的那些问题 还会再提 当然我们现在也其实发现呢 通过这一次的飞艇事件 一方面就揭发出 或者说揭露出 美国内部两党的斗争 是任何话题都可以拿来放大 所以不需要跟着他的这个民意 这个棒子来起舞 但是另外一方面 确实呢 这个飞艇还是挺先进的 所以美国很想把它 拿到手来仔细分析 因为现在就披露出来 说此前呢 特朗普时期就有三次 这个气球了 那时候不一定是飞艇 那是气球就飞过了 当时是没有查到 是后边呢 综合各种信息 飞过了之后才查到 所以这次为什么一飞出 那个美洲的这个陆地的范围 就要把它打下来 怕到时又跑了 又找不到了 所以呢 当然就是特朗普时期 那三位国安顾问都说 没有收到这个简报 他们想把自己的责任给甩掉 但是我们说呢 以后呢 其实双方的这种理来我往 就是一个常态化 这就是现实 谢谢文辉 如果这个星期再让共和党 去主导所谓中国的飞艇 到美国领控这个事情的时候 对拜登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拜登在星期二 就会发表他这一任的 这个国情咨文 对于新一届国会的国情咨文当中 除了中美关系 还有欧欧战争快要满一周年 等等的这些问题之外 最重要就是美国经济 他也希望在国情咨文当中 展现他对美国经济的 一些结构性调整的看法 拜登星期二会向新一届国会 发表国情咨文演讲 希望详细阐释积极的经济迹象 除了国际关系之外 那么美国专家说 由于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当中 超出预期的表现 拜登正处在有利的位置 预计拜登会细数过去两年 取得的经济 立法等成就 同时也会谈到 恶务危机 中国挑战等国际议题 对于民主党和国际关系之外 有专家说这次国情咨文是拜登向全美选民 展现自己能够继续升任美国总统的机会 所以会不会借着这次国情咨文为2024年竞选连任铺路 另外在这次的国情咨文当中据说他会将矛头对准华尔街 还有美国企业重启亿万富翁税收计划 并且呼吁国会将美国的股票回购税提高两倍 金融时报说提高两倍 但是华尔街日报说会从一月份已经生效的 百分之一的股票回购税上面上调到原先的四倍 究竟上调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倍数有多少 其实很快就可以知道了 美国的政党恶斗中美关系俄乌战争 这些困难的问题究竟如何解决 如果人跟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和立场的话 如果透过这个机器人聊天 能不能让他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呢 加球来继续关注这个话题 我们待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 两个多月前 OpenAI旗下的这个ChatGBT 聊天机器人软件 一旦公布出来之后 全球风靡 那么现在不只是 美国的微软国家公司 都要加入这个搜寻 聊天机器人的赛道 连中国的百度 这是被市场认为最接近的 还有像是华为腾讯的阿里 都在聊天机器人的 被认为的行列当中 来看一下这个赛道 谷歌宣布计划推出 聊天机器人BART 跟OpenAI的ChatGBT竞争 那么他们正在寻求 在强大的新语言人工智慧 引入网络搜寻业务的竞赛中 收复失地 两个多月前 OpenAI公布了 他们聊天机器人 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这个机器人强调了一种 比使用谷歌等传统搜索引擎 更容易找到查询答案的方法 而微软最近宣布 向OpenAI投资几十亿美元 中国企业方面 应战ChatGBT 百度将推出文星一言 这是他的中国名称 而他的英文名称叫做Earnic Bot 会在今年三月份完成内测 然后面向公众开放 目前文星一言 在做上线前的冲刺 百度确认 他们确实在推出 类似于ChatGBT的项目 那么这个消息推出之后 百度今天的股价大幅度上升 曾经高见166.3港元 十天之内 百度的股价 已经涨了将近30% 除了百度之外 中国多家知名互联网公司 也纷纷公布人机对话相关专利 有腾讯科技 阿里巴巴的达摩院 还有华为技术公司 都是公布跟人机对话方法 有关的系统 那么在现在 由于这个AI进步 所以就重点引燃了 网络搜寻大战 不再是文字搜索 而是语音聊天的搜索 ChatGBT概念热度不退 各路资金争相追捧 由统计显示到2月6号 A股ChatGBT概念股当中 有15只个股 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超过30% 有部分油资草作是主要的推手 那么也有人认为 A股相关公司公告的 更多是技术储备 后续能不能落地 获得商业收入 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那么有分析认为 科技巨拨跟人工智能公司结盟 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担忧 大型科技公司 透过他们云端计算部门 积极寻求对人工智慧 新创企业进行投资 比如说谷歌 最近向总部位在旧金山的 Authan Rappic 投资了3亿美元 那么这会不会引发监管机构 对他们在开发 生成是人工智慧的战斗当中 既是供应商 又是竞争对手角色的质疑 还有一篇文章谈到了 与其我们来分析 ChatGB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 还不如让ChatGBT这样的聊天机器人 来帮我们大家写一份研究报告 看他怎么来看看这个新的赛道 赛道实在非常的拥挤 其实所谓的现在的ChatGBT 它就是前一段时间 做了沉淀的两项人工智能的 一个结合 当然它现在非常引人注目 但是我们也说 它没有真正应用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有点像当时有了互联网的 刚开始的时候 或者说有了苹果之后的 移动互联网刚开始的一个阶段 怎么去应用它 更好地把握商机 还得看谁能够跑出来 首先是哪两样技术 一个就是开放式的人工智能 开放人工智能就是 我打一个平台大家都来用 第二个叫生成式人工智能 就它会自动地生成更多的东西出来 所以你把这两个就是更多人的脑子 就合成成一个在人工智能里面 然后它更数据它自己来演算 它和你进行互动 也就是在生成 所以其实所谓现在做聊天 就是这方面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并不是说百度也好 或者以后的阿里 或者说是华为 叫仿造现在美国这一款 其实整个它的技术路线 大家写的论文是非常简单 也非常清晰的 而且现在的这些设备 也是能够够用的 包括你自己未来的处理网络 这个云计算的能力 储存的能力 它是能够处理的 就看在这个新赛道上 谁跑得快 谁能够找得更多的经济 和社会的应用场景 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期待 说中文版的这些东西出来 它其实它的这个可能逻辑 还和那个英文版的 还不太一样 怎么样迅速地跑出 就新一代的互联网巨头来 谢谢文辉 无论我们现在是如何 积极地迈向未来 AI人工智能的社会 现实就是我们还是需要石油的 国际有加有上涨 IC油上涨到82.2的水平 那么最近上涨的几个原因 包括了像是土耳其和叙利亚 因为地震的影响 使得相关的这个石油的码头 受到了输出的影响 还有就是沙特提升出口到亚洲 每桶石油的价格 当然是因为中国需求上升的关系 那么首先看的就是在星期一 土耳其和叙利亚北部遭遇到的强阵 使得土耳其一个石油码头关闭 还有对伊拉克石油 以及叙利亚的一家主油利润厂 也造成了影响 让它已经受到石油短缺的 叙利亚雪上加伤 地震带来影响 可能会使得每一天 有100万桶的输出 可能会有一些阻碍 另一方面 由于预期中国石油需求会复苏 沙特六个月来 第一次上调面向亚洲买家的 旗舰原油价格 每一桶上调0.2美元 三月份开始 对欧美地区的出口价格 也会调升 这是沙特阿美季去年9月之后 再次加价 国际能源组织认为 中国经济恢复强劲 将带动石油需求强劲上升 而高盛报告说 中国石油需求 已经从11月底最低 每一天1450万桶 回升到1月中的1550万桶 而且需求前景强劲 他们将今年第四季 和明年第四季的石油需求预测 分别上调每一天40万和70万桶 也是今年年底中国的需求 每一天会有1600万桶 到了明年年底 会到1660万桶 中国今年全力拼经济 但这个拼的方式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拼就是往高质量发展经济的 同时向前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要求 三年之内形成一大批 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 中国品牌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 主要目标是到2025年 质量整体水平进一步全面提高 中国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人民群众质量获得感 满意度明显增强 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更加突出 质量强国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包括了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达到86 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94% 而品牌建设取得更大的进展 企业争创品牌 大众信赖品牌的社会氛围更将浓厚 特色鲜明的品牌领军企业 持续涌现 形成一大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 中国品牌 到2035年 质量强国建设基础更加牢固 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 质量和品牌综合实力达到更高水平 也就是中国要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 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坚定不宜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品牌当然不只是有知名度而已 你还要高端 你还要有正面的影响力 所以对企业来说 商标维权就很重要 最近有这样的一则消息 茅台起诉拼多多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月20号会在上海开庭审理 这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速贵州国登酒业公司 贵州省仁淮市茅台镇私房酒业公司 还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那么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就是团购电商平台拼多多所属的公司 究竟这个侵权案重点在什么地方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接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的公布 那么谈到品牌方面 香港制造是安全和信誉的表征 是安全也是一个品质 另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 也是一个有发展和有监管的品牌的象征 我们再看到特首李家超继续在中东形成的时候 我们今天的专题点评继续来看的就是 全球的经济发展 重要的是沙特上调油价 是不是代表着今年全球的通胀乐观 还是不容乐观的 其实沙特上调油价是面向亚洲的 虽然上调的幅度很低 0.2美元 但是就一个重大的心理暗示 它意味着它不愁卖了 你再看高盛那一份对中国石油需求的预测 它是快速地上升的 其实这时候我们这段时间在内地观察到的 它的汽车 它的物流 人的出行 全部的复苏有关 而且未来可能这个国际航班 我今天看华尔街日报说 国际的大型长途科技 以后需求量也会迅速地增加 因为确实就是现在全世界 通过中国这个开放 就已经完全是进入一个复长的快速轨道 但是它离真正的国际大型的长途 这种旅行还有大概几个月时间 所以就看涨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得看 昨天咱们说过 比如说美国是软糟路 中国是强反弹 强反弹之后自然就会有下一个问题 有没有问题呢 隐患在什么地方 那隐患很自然就是通过膨胀 所以沙特这次做一个价格的调涨 还有呢 伊朗它本身 它对叙利亚的石油出口 本身它是半卖半送了 它也做了一个调涨 就意味着这两大产油的地方 都意识到了 未来石油可能因为全球经济的 特别是中国这方面的拉动 它又上来了 因为中国按照刚才那个预测 咱们昨天也说过这个事情 就是会贡献今年石油增量的50% 那么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说石油价格上来了 比如说像这两天 像国际能源署预测到100美元左右 那自然就会出一个问题了 如果说美国那边通胀 可能是一定程度受控 但是呢 再往下可能就难了 因为油价上来了 而且油价是很多商品的价格的毛 就是它在那个地方高位的话 其他就下不来 而且呢 它可能连带 其他一些大宗商品 也在一个高位运行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 如果说出现一个强的复苏的话 对一些传统的商品 会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吸引力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呢 今年全球的通胀 并不是像现在单纯预测 美国通胀 那么简单 美国方面就是 我们的利润到一定水平 美国的总需求 是不是得到一定的抑制 那你从它现在的就业数据来看 又是3.4 失业率是1969年以来最低的 所以这就意味着呢 到了下半年 某个时间段 这个通胀很可能是全球式的 就不再是欧美独享这个通胀 到了全球式通胀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可能就更为迫切了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分析的话 美联储加息 是不是前一段时间 大家讲的见底 可能又是过早了 所以大家继续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